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新年来咯 我是Laurence 秋军兴 今天来到了玉皇玄学 那在那之前 我的搭档等到严佳乐在哪里 哈啰 大家好 哈啰 乐乐 今天我带你来到玉皇玄学咯 哇 你今天带我来到这个地方 真的是非常的 看起来很有趣 但是又有一点点的恐怖 我真的是既其他又怕受伤害 别担心 我这里有威力强大师傅 保护我们 我们继续悄悄了 Let's go Let's go 其实啊 现在的年轻人呢 对于在命令上面呢 是非常的好奇的 但是却又有一点半信半疑的态度 对老一辈的长辈呢 也对风水啊 还是一些命令呢 都觉得非常的深信不疑 所以待会呢 我们就请周师傅 为我们一起解惑啦 你们是不是很好奇 在我们旁边啊 这一瓶瓶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呢 其实它都是来自各国的酱头啊 那现在呢 就请我们的Kelvin 给我们解释一下 到底它的由来是什么呢 对啊 我相信大家都有听过 酱头这个质味 不过可能你也不知道什么是酱头 或许你也是从一些电影看 然后有酱头酱头 可是诶 可能是你觉得很可怕的一个东西 不过真实的酱头 其实就在我们的店里面 所以我们这里 我们有来自于各国各地的酱头 所以酱头不只是在泰国 所以它来自各国 其实都有酱头 对 因为呃 事实上有好人嘛 也有坏人嘛 所以也有很多想害人的人 所以酱头就是属于害人的一种 一种一种反术 所以我们就是这些我们摆出来的酱头 就是给观众 大家啊 给他们看说 哦原来真实的酱头是这样子 对 所以呃 这些酱头之中哪一个是令你最印象深刻的 印象最深刻的应该是讲这个菲律宾的 嗯 因为这个菲律宾 这个是我们有一个顾客 他找我们去菲律宾 他的父亲 他有肝病 他们翻新这个屋子不厚 他们就觉得很多问题 有很多肝病之类的问题 所以他们就来找我们的周大师 周大师一眼看的时候就跟他讲说 哦 你的门前这里给人家放的东西 哇 所以师傅是有什么的法术 怎么知道他那个降头位置那么的明确 因为师傅透过他自己 一些道教的修行 他有一个能力叫天眼 天眼龙 所以这个天眼龙就给他看到说好像 什么东西影响一个人的运气不好 你嘛 所以他就看到哦 原来这个屋子形状是怎样 他就画给那个人看 他就看到你的门前有一个像头 所以就算师傅不在场 他都能形容出当时的情况 是的 所以 所以那时候我们就 搭了几个小时飞机过去的时候 那时候我们开始做这个东西的时候 是晚上的时候 所以 这个有一个笑话 就是我叫那个人 叫他 帮我叫一个有力的 帮他吃的人 帮我玩 因为我们知道要敲那个地上 因为全部有两位 所以 所以结果那个敲的人呢 敲到他 气 气 一直传 气传 结果我们六个人 我们六个人 年续敲了两个小时 才从这个阳位底下拿出这个酱 那其他的呢 其他都好多种类 对 所以其实都有各种各样的酱 像有些人 这个人是在吉隆坡 在吉隆坡 对 所以他就在吉隆坡 他有一个像这样的一个有地的同场 所以他本身是做生意的 所以他的生意伙伴就买通了他的女佣 在他的那个花园这里 买了一样东西 所以买了过后 他的老婆要跟他离婚 生意一直做一直做 做不起来 所以就来找我们 公主这样头真是害人不起 是 天啊 那还有什么其他的 是各国的吗 其他国的 各国的就好像这个义女的 这个属义女的 义女的双狗娃将 双狗娃 这个其实是代表好像 这两个人是一对夫妻 他们是做生意的 所以他们的那个生意的对手 要让他们的夫妻两个人 一直吵架这样子 那就放一些好像 这两个娃娃代表他们两夫妻 还有放一些胡椒衣啊 胡椒衣 为什么要胡椒衣 因为他给你们好像讲话的时候 就好像以终带刺一样 所以他们的感情 就会因此的破裂 对 那真的是来 这也真的是破译不起来 非常有趣 哇 刚刚在师傅的解惑之下 我们才知道 原来新加坡有这样的一间 解像头 然后也可能 也能帮我们算命 对 因为如果你的家中 可能遇到一些事情不顺利啊 家人可能一直生病 所以我觉得你们可以来到 玉皇玄学来询问咯 对 因为其实就是家里的一些 可能不太顺利啊 还是怎么样 我都觉得 可以来这里就是问问看 那你能够让自己有个放心吧 不管有没有 然后呢 像我刚刚有就是 经过了周师傅 帮我们算了我们的命令 我真的是觉得 有被师傅说中的蛮多东西 就真的很准欸 就能够让自己明白自己 这一生的命运 大概是缺乏了什么东西 我在透过一些方法来改正 对 像是师傅有说可以透过一些颜色啊 来去改变一些 运气上 因为就相由心生嘛 所以我觉得宁可信其 不可信其 就我真的就是 觉得吸收起来 那搞不好对自己会有帮助 真的很谢谢Lawrence 带我来这里 不客气 那也希望观众朋友们 也吸收了不少咯 那么下一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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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